厄尔布鲁士风 海帮5642米 走到于俄罗斯境内 是亚欧大陆界山 大高加索山脉中的龙头老大 同时也是欧洲的最高峰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 世界知名的登山圣地 2019年5月11日 朗诗风上 厄尔布鲁士登山队 及龙真队实名队员 抵达俄罗斯的莫斯科 开启了他们挑战 这个就是厄尔布鲁士山脚下 小镇的滑雪场 虽然我们不是从这儿登一个厄尔布鲁士 但作为前期的海拔适应 这儿的条件非常好 那无论是高度 便利性都非常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天晴的时候 里边的景色 非常非常漂亮 我们左手边是这个山 我们左手边是这个山 似乎非常像 共卡山的主峰 这个山是俄罗斯和格鲁基亚的交界山脉 三国山就是格鲁基亚了 下面的小镇就是我们居住的镇子 我们今天通过海拔适应来到了3100米的地方 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我怎么这么多 适应的非常好 去喝茶吧大家 我们现在在重座第一段缆车 海拔是2350米 那大家在缆车下证的这个翻译行李 今天的天气也非常非常好 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雪山 结束了山脚下的训练 大家乘坐多段缆车 向着登山大本营进发 那我们现在就像松鼠一样 在不断地传送我们的行李 你看看我们的营地的壮男 这绝对不逊色于俄罗斯的小伙伴们 非常猛 我们的搬送这个运送队伍的第一位龙哥 阿劳麦田 聚辉 树哥 还有我们的包子 东涛 欧哥 大家都在下面 跟我们的行李也非常多 因为我们人数很多 所以我们的行李已经堆成了一个小山一样 这里就是我们海拔三天走的威尔布鲁市的营地 那这个是我们的集装箱 大家可以看一看周围 这个是我们住的地方 然后那边那个蓝色的 是我们的餐厅 远处是我们的行李 现在也没有人在尝试往上走 现在是俄罗斯时间晚上6点50左右 那可以看到夕阳西下 照耀着这个格鲁基亚和俄罗斯边境的这些群山 那金黄色的鱼灰洒来这个雪白的山顶骨上 非常漂亮 然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营地 可以看到这边非常非常美 哇 这个夕阳落日太美了 在这种群山之上去感受这种自然的壮美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我们现在正在厄尔布鲁斯4000米的营地上面 我们背后呢就是厄尔布鲁斯山了 今天是5月16号 现在应该是凌晨3点半吧 马上要出发了 加油 冲顶当日 龙支队实名队员整装待发 多天的准备 只为了今日的最后一战 对这位川区 还有雨 就是一个发生的 只有一个最后一战 的 最后一战 对 最后一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在这儿可以看到一个车的风险 那这边也是 看到很多很多很快乐的风险 俄罗斯的向导 那后面紧跟着的是我们的 旅员吧 走跑就上来了 现在心情如何 还有我们的又来了一位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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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到你了 这是我们队伍里最后一位农日的队员 在队员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陆续于当地时间上午10时 全部成功登顶还把5642米的欧洲最高峰 而不如是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